郭文貴議員 市府各局處長 各位媒體好朋友 还有王景德議員 大家早安 我想首先 本席先针对市長 对棒球运动 不遗余力的投入 表示非常感谢 那我想市长 一直把要打造台南 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 为一个最大的目标 那这个这六年来 其实也投入非常多资源 在打造台南成为 东方的威廉波特 这个目标的这个达成 那我想 为什么要选择棒球这个运动 来当做台南的 主要的这个体育发展 那我想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个台南 本来对于这个棒球运动 就有非常深的这个基础底蕴 因为过去台南 长期以来就是棒球运动的摇篮 很多的棒球明星 都出自于台南 这一点毋庸置疑 再来我想 我想台南除了 对于这个棒球 有很深的基础以外 那其实 我们的首长 也很幸运 是一个非常喜欢棒球 像赖市长 非常喜欢棒球运动的人 那 所以 会投入这样的资源 在棒球运动里面 那 市长常常说 他其实 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个棒球球员 那当然 事与愿违 是因为他书念的 比球打得好 那所以才没有继续打球 没有成为棒球 球员的这个 达到这个梦想 那 我想 我本期有列举 六大象 其实就可以纵观 这六年来 市长对于棒运的投入 那 当然 首先 就是成立了 城市棒球队 然后配合这个体育署的 这个 整个体育的发展 在城市 城市 城市棒球队 那 这一点 市长在一上任之后 就马上来做到这件事情 那城市棒球队 当然就是要衔接 这个三级棒球球员 再来 就是市长 对于打造 东方卫连波特 三支箭 三支箭的目标 包括 成立这个社区棒球 包括 争取 连三届的世界少棒锦标赛 在台南 包括 规划 起造 这个国际的这个亚太棒球村 特别在今年 我们也首 首开了五位的正式棒球专任教练 在这个 我们这个台南 来开聘 这个五位 我想 开聘这五位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这个关键意义 因为棒球运动 虽然在台南 长期来那么热络 可是 可是 过去 其实在 我们三级棒球的里头 教练都还是 约聘顾教练 那今年 市长特别 这个克服 这个财政的 这个困窘 在棒球运动里头 开了五位 的这个正式棒球专任教练 让教练 能有所保障 那他可以 无后顾之忧的来 教导我们的孩子 来教导棒球 我想 这一个 是非常感谢市长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 除了五位的正式棒球专任教练的 聘任以外 其实 我们其实还需要 大量的约聘顾教练 所以在约聘顾教练的部分 过去 长期来 就是只有一个 统一价格 人家说 每个约聘顾教练 不管他年资多少 过去 就是一个人三万块 到底 所以 这样的 这样的 约聘顾教练 就一个 统一价格 让约聘顾教练 觉得对未来 很没有保障 也很没有远景 所以市长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也 首先来规划 整个约聘顾教练的 分级制度 我想这个不只在棒球 真聘 这个专任教练 跟对于约聘顾教练 来做一些分级制度 好的 有绩效的教练 薪水可以提高 那当然 绩效不好的教练 那会做调整 这其实是有一些 讲优太烈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其实不只在棒球 就我了解 其实在很多的体育项目 都要适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才能提振整个台南的体育运动 所以简单说就是 从政台湾国的棒球魂 台南绝不缺席 那我想棒球 我刚开始说 其实台南成为棒球重镇 其实 为什么选择棒球这个运动 因为我觉得棒球 其实不只是体育 棒球其实也是一个观光经济 它也是一个城市的光荣感 跟认同感 所以其实能同时 扛起这三个面向的愿景 我看在台南 真的也只有棒球这个运动 那我想对于棒球的运动 既然我们要把它列为 首先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来思考 棒球的愿景 是否资源配置 我们再好好地做一些思考 我们三级棒球 目前台南 看这个表列 我们目前有八间国小 七间国松 三所高中 其实所谓的三级棒球 包括未来的城棒 所论如果四级棒球 其实就是一个精致塔形 可是这样的精致塔形 如果就我们目前的 这个棒球 三级棒球的坚数 很明显的 这个是一个 颇角的精致塔 我们的基础尚弱 我们的国小才只有八所 国小才只有八所 所以 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兵源不足 到了国中 其实很多国中 这七间棒球国中的这些狗人 其实如果 开始要挑战的时候 都在抢孩子 都在这八所的国小 在抢孩子 可是 大家也清楚 这个三级棒球 是层层这样加 不可能所有打 少棒队的孩子 会继续打国中的 青少棒 所以变成这个 兵源不足 成为一个国中 继续发展 青少棒继续发展 一个很大的隐忧 所以要克服这样的问题 其实 本席有提出一些见解 包括我们可能要请这个教育局 体育处 要统一的 你先请坐 请教育局 体育处先统一的 要宏观的规划 一些少棒的学校 当然我想 现在市长很认真 来推这个社区棒球 怎么样把社区棒球 跟所谓的 少棒的棒球学校 做有效的连结 有效的连结 这个连结 绝对不是让市场机制去连结 这个要政府介入 制度性的诱因去连结 这样的连结力量才会大 然后到了国中部分 当然国中就 会打青少棒的孩子 未来继续打青棒 若表现优秀的话 未来继续打青棒 成棒的几率就高了 所以 国中的投入 青少棒的投入 就变成要非常的专业的投入 选才的投入 所以体育班 在国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体育班 就是让孩子 在学科 跟所谓的体育运动项目 都可以有 这个病假 一并学习的 这个课程的 这个安排 所以体育班 如果说 棒球学校里头 是体育班的话 他们孩子的学科发展 比较没有受到阻碍 那同样的 如果在棒球学校里面 不是体育班的 他们就要犧牲 一些学习的机会 学科学习的机会 然后去练球 这就是体育班 跟一般不是体育班的 棒球学校的差异 所以 本席是认为说 如果要好好的发展 青少棒 国中棒球 其实是要好好的检视 这些国中棒球的值 发展的状况 然后适时的给予 体育班的辅助 我们期待 我们如果认为 可发展的这个棒球学校 那我们就真的要赋予 他体育班的这个班数 让他们可以 在学习的过程中 可以好好的 并驾齐驱 包括学科 包括 那个体育 棒球的发展 那当然 国中 我刚刚说 国中其实就是一个 选材的开始 所以国中 他的那个 棒球学校 我们希望他真的有 专属的棒球练习场 那目前 我们台南的这个 七所国中 绝大部分都有 可是有少数 是跟累球共用 跟累球共用 那这会发生一些问题 那我想这个 容我容后 再跟大家叙述这些事情 再来 到了高中 青棒以后 其实青棒 就是要 好好的衔接 就是往上 层棒往下 这个棒 基层棒球的衔接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我想未来 我们的国立高中职 都会来市政府接收 这是 这是未来 可见的事情 那所以 其实教育局 要针对这个 要来做准备 怎么样把 原本的 国立的这个 高中职的棒球学校 在纳入整个 我们的市政府的体系 连衔接三级棒球 这个其实要在 我们接受高中职之前 就要规划好 把这些都规划好 因为目前像现在 我们的高中有三所 南英 善化 海市 海市跟善化是国立的 南英是私立的 可是这两所国立的 目前市政府管不着 私立的市政府 也没办法管辖 所以在高中的 这个青棒的衔接 就发生很大的困难 那当然 未来国立可能会 让我们衔接 所以其实这未来还好 可是 是不是来思考 在完全中学 台南市政府 可以管辖的完全中学 去成立青棒队 或者青少棒队 既然完全中学 他就从国中 闲进到高中 是不是青少棒 青棒 可以来做一个 就自己的完全中学 来成立这样的队伍 来好好的 可以有效的管理 有效的接收 我们孩子 优秀的孩子的选手 我想这个其实都是 教育局要好好的 去做规划的 那我想 刚刚有提到说 社区棒球 跟那个 跟我们的少棒 有一些 有一些 没有那么好的连结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其实我们期待 社区棒球 跟少棒 其实是互补的 就像 我们吃薯条 爱配扣啦 这就是互补 可是你吃了薯条 不可能再吃肉燥饭 这叫替代品 肉燥饭之余 薯条叫替代品 那我们当然期待说 社区棒球跟少棒 是互补啊 可是现在感觉 有点像替代品 打了社区棒球 不可能来 怕少棒 看点好的酸酒 国小的高练 看点好的酸酒 是要他买来 社区棒球 不放人 看到好的选手 国中 国中教练 看到好的选手 社区棒球 还是不放人 那 社区棒球 为什么不放人 其实我们 从结构性因素 也可以理解 因为社区棒球的经营 其实靠孩子的缴费 举例来说 可能一个孩子 一个月 缴了一两千块 两千块好了 他如果有三十个小孩 是不是一九月 就六万块 他可能请两个教练 之类的 所以孩子是教练 聘请的很重要的 这个滋养的来源 他的薪水的来源 那所以 就这样的路纸来看 社区棒球 就没什么可能 会想要放孩子走 就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变成好的选手 好的孩子 当然社区棒球 是以这个 兴趣为主 可是总是会在里面 找到天分好的孩子 可是变成 如果要再来 所谓的棒球学校来 来再训练 那这个会发生一些 连结上不妥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也要请教育局 要正视这个问题 然后做一些 制度化的诱因 来连结 绍棒跟社区棒球 那下一页 那我想刚刚提到说 资源在盘点 正常的就是要像 这个金字塔一样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绍棒 然后有青绍棒 然后青棒 成棒 是这样子呈现金字塔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现有的 这十几所的 三级棒球的分布 大家一看这个分布图 很清楚 很清楚 集中在原来的台南市 那很可惜的是 隔壁的永康 人最多 人口数最多 可是没有半间 棒球学校 那当然这都是过去 过去的传统 一直严格下来的 那包括我们看到 右上角就一语 就是散化 散化了三级棒球 很坚强 国小 国中 高中 再来我们看到 原台南县 就是有归人 跟归男 再来就是都集中在 原台南市 那问题出来了 我刚刚提到的 你如果绍棒的 学校不足 你青绍棒 兵源就不足 每一个 每一个 都到教室的时候 国中的教练 就一直在撩小孩 一直在找小孩 就都找不到 那这个青绍棒的 这个发展 就会受限 所以 我是建议 这个不能让校长 自己主动 看他有没有主观意愿 来申请成为棒球学校 不是 是要教育局 主动去介入 去做规划 规划 我们整个 就区域发展也好 或者是你要一个国中 以国中为主 一个国中配两间学校 至少一个国中 就要配两间学校的 兵源让给他嘛 这才是合理的 我举个例子 桃园 桃园 现在的三级棒球 其实非常强啊 这我们这个 毋庸置疑 可是桃园的 国中 才五间 国小有十八间 十八间 五间 所以他到青少半的时候 他兵源非常足啊 他很容易在这十八间的国小里头 去找到 这个优秀的孩子 继续培训 所以我 本席这样子的举例 是要再再提醒 这个我们教育局 或者体育处的相关单位 一定要主动介入去规划 然后一个国中配两间国小 所以你用这个区域来看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规划出来 哪里欠缺国小 就要去配置 像永康 连一间都没有 这个要主动去规划 你就像 像我们有一个中校 二王公墓有个中校垒球场 那个垒球场其实也可以让 孩子当作是练棒球的那个场地 有那么好的场地在隔壁 永信国小就在旁边 所以永信国小是不是可以成为棒球国小 然后再衔接 像类似永人高中 或者是大湾高中之类的 这个其实要去开拓 而且是要主动开拓 不是问校长说 你才有议员吗 人家问校长才有议员吗 一定没有人有议员的 因为生殊属性 所以这个是要 教育局要宏观的去配置这些东西 台南的这个帮运 才可以有一些 曙光 不然这十年来 其实台南的帮运的成绩 其实都不如很多的县市 这其实也是事实 大家要面对 面对了才能改进 所以本席这样建议 那好 那我也知道说 现在体育处的编制 我上次就有跟市长很建议 说体育处的编制确实太小 那我们的台南的体育运动 那么蓬勃 所以是不是可以来成为体育局 那当然好 如果说成为体育局 这个编制 包括整个经费财政是困难的 那其实是不是 是否可以成立一个 专责的单位 跨局处的专责单位 我的提议啦 类似什么 东方卫园波特办公室 然后用这个来专责处理 三级棒球 跟城棒连结 这些事情的一些事情 我就这样子才能好好的 好好的 把帮运 有计划的 有系统的 把它提振起来 所以本席这样建议 请教育局这边 一定要做一些妥善的规划 这是真的是 苦口婆心啊 那我也期待说 在明年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教育局提出规划 我们可能要新设 几间的国小的棒球 棒球学校 因为你唯有在 棒球学校 少棒的部分 国小要广设 要新设 才能支撑 青少棒 我想这个刚刚 从一开始就一直这样子 跟教育局提醒 跟这样论述 那期待局长 这个能听得进去 然后也能这样子 来做一些评估跟规划 好 非常谢谢林一锦议员 对于我们在 棒球运动的推展上呢 真的非常支持我们 那我这边稍微 简单补充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在 做法上 两个部分 一个在学校的部分呢 我们是鼓励学校成立 棒球的社团 也有给予一些 经费上的 益助 那另外呢 我们也每年都办 六到八场次的 这个棒球娱乐营的活动 那如果说 没有办法成立 这个棒球社团的 其实我们也有在做 这个乐乐棒球活动的推广 就是让他先有兴趣 开始这样子 这个是学校部分 那在社区棒球的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现在 社区棒球22队 那我们也从今年开始 办理春季 跟秋季的联赛活动 那当然我们如果是 这个局里面 办一些棒球的活动 我们也都邀请 这些社区棒球队呢 一起来参加 我也看到他们 那些家长们 他们其实是 很鼓励孩子打棒球的 那最后一个 我简单跟报告一下 就是说 其实市长非常支持 所以我们在 这个明年的经费预算里面呢 也有呢 找了三个场地 在南区 岸岸区 跟新市区 找三个场地呢 也要来设置 这个棒球场 让更多的民众呢 可以来打棒球 以上简单报告 好谢谢 讲到棒球场 您请坐 讲到棒球场 那我们就来看 亚太棒球村 我在2014年的时候 直到2015年 我们就要举办 这个第一届的 第一次啦 第三届 第一次在台南 举办的 这个 WBSC 的这个世界上棒 级标赛 那2014年的时候 就一直在催促说 2015 看能不能赶得上 就2015 当然就赶不及 那所以想说 再两年 就是明年2017 我们可以在新的场地 来做WBSC的比赛 结果 前阵子 我看 公务局或者是教育局 发布的新闻 很明显 是明年的 世界上棒锦标赛 没办法在 我们亚太棒球村的 第一期的工程的 上棒球场举行 还是要在去年 我们原用的 包括 这个 上画的棒球场 龟人的棒球场 还有我们的 台南棒球场 做这个 世界上棒锦标赛的比赛 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遗憾 因为 其实不是没有时间 而且 也不是那块土地 原本是有什么 其他的建筑物 我们还要去 整地 还是再整整个 这个事情 是市长一上任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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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的支票 体育支票 而且他也就 许孝宏远 要在这个台南 起造一个 亚太棒球村 那这个亚太棒球村 的这个规划 我真的不晓得说 为什么这个规划 是遇到什么样的阻碍 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为什么这个规划 会一直 拖时间 拖到 明年 比赛还是来不及 这件事情 我真的很纳闷 即便我是执政党议员 可是我还是一直 对执政团队 这件事情 这样的偷偷拉拉 不能谅解 也觉得真的是 不能理解 我们举个例 像今年4月底 公布 净途结果 其实拖到今年4月底 公布净途 我觉得都已经太晚了 好 那好了 那4月底就公布了 可是为什么会拖到 10月才上网招标啊 那因为你拖到 10月才上网招标 所以你的公期 压缩到220天 就一个秋山 说要给你做220天 每年 那不要去好 因为你的公企业 网这220天而已 对不对 你的 你的价格也不太高 所以哪有人要做赔本生意 当然就留标嘛 所以就我了解 现在是要不标出的嘛 所以这个事情 是怎么一直这样拖 人家为什么 一直都为着这些事情 就我一直还是纳闷说 行政程序到底卡在哪里 那我再问 那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谁要为市长的 这个证件跳票负责 大家要清楚 市长好不容易争取到 三届这个WBSC 在台南举办 无非就是希望说 未来永久举办权 那永久举办权的 吸引的程度 就是我们会来会有一个 专属的新的少当球场 其他的县市就没有 专属的新的少当球场 我们就要去新的嘛 就是未来 就是要来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啊 这是我们的优势啊 结果 每年是要去办第二次的WBSC 结果也是没在条 在新的球场比赛啊 所以你说好 我们三次要观察 你可能只有一次 有才能观察到 不然是 这样是我们原地整个吗 这个事情是我们原地整个吗 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事情 到底什么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说一个新闻 就说我们就 delay了 不好意思 这样就一句话了事吗 市政府对这样的态度 是可以这样吗 况且 我身为一个统一师球迷 明年有两个月时间 我不能在台南球场看到统一师比赛 因为你们要用台南棒球场 在那边做少棒锦标赛的球场 台南统一师球队都一定要外移出去 台南统场有两个月看不到职棒啊 这也是我球迷的损失啊 谁要为这个球迷的损失负责 所以我想是不是请 这要是公务局还是教局 我也搞不大清楚了 是谁要负责 是怎么会这样 双教掌 报告林玲 这个国际政府在四月的时候 出炉没有错 那因为这个棒球村 第一个它进会是蛮高的 而且它是一个特殊的建筑物 不只是说结果特殊 它的这个 指用方面也是特殊的 所以在 七月的时候 我们大概基本设计就设计好 不过因为 现中期间 我们也是内部审核 还有请这个专家学者来审核 那在做西部设计 所以在十月的时候 在这个上网来招标 那这个案子 因为它是一个 叫做抑制性的这个最低标 也就是它不是像一般标说 只拼价格 还要做评审 那所以它的等标期是比较长 那我们大概在第一次公开招标的时候 对啊 可是这种东西都是预期的嘛 就是说这个事情 它的时间会拖 还是说它原地 包括你进土完成了 到要开标 你跟它再西部设计 这都是 这都是可以预期的嘛 对不对 所以 比如说你 如果照你的意思 你四月进土出来 很明显就是照你的流程 最快10月才能开标 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10月如果开标 10月如果开标 你就要再補逼说10月开标 随标标出离 这样更勉強 明年会辅 对不对 你如果10月开标 就这样标不出离 明年就绝对不辅了 而且十月如果真的开标开得出去 也未必明年来得及耶 也未必耶 对不对 好 那个秘书长 补充跟议员报告 因为它四月份净土结果公布 那它开始要积设细设 那因为这中间 依照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建筑的法规 它要送都市设计审议 那另外整个园区也要还评 那还评的审议其实是 这个月刚通过 环保局刚通过 那另外还要再申请绿建筑 所以有这些程序的关系 所以它十月份招标 其实已经是非常压缩 而且是 大家已经很努力 所以简单说是净土的时间太晚 净土结果出炉的时间太晚 才会造成后面的程序全部延宕 我的意思是说 它这个设计其实是有一定的时间 我们也不能 因为这个总共要六亿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其实市政府早就知道 明年不可能在新的场地办 世界超广比较金标赛了 所以我们没有放弃这样的一个努力 所以十月份的招标 大家也都非常的赶 而且工务局还特别去 邀请很多潜在的 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也要 那个提醒市政府团队啦 就是说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都会暗算一下嘛 我们的目标就是明年 要在新球中的时候 你就要往前推 最后的电力在哪里 那都要设定出来 不是说 没关系我招标 明年会浮不浮 不知道就尽量 不然做事情 没人尽量的明年是大比赛的 这要怎么尽量 那我们请王景德议员 因为他安南区 他对非常关心亚太帕皇军 我们議長 市長 支部团队 经过这个棒球 以前也说很多 在这里我补充 安南区刚才局长有说 明年都有警察这个三个 这个检疫棒球场 安南区有一个 应该是在那个 文秀53那里 木庄 板球 安南区 现在是有 安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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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市民做的 他现在要赴纳队 所以 球场的需求 很紧迫 希望我们 教育各位局这个盟 才对检疫球场 可以比较近 现在经纪已经有了嘛 可以趕快選擇 還有一個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放球的時候 如果發表出來 我們的壘球場 一個講壘球的球隊 就沒辦法在那裡講比賽 是不是在這個 文小53這裡 做檢疫球場的時候 可以放球跟壘球共用 做多功能的設計 這樣可以再加一個 中所來 我們打壘球 因為現在壘球的人口 也很多 所以除了 掃幫幫求要做到 壘球也要把他們檢控 也希望我叫我這裡 這裡腳步 謝謝 來 下一個 你要說嗎 這裡你講 阿伯 我想我拿一下 二王公目的中校壘球場 從九月沒機台風的時候 整個那個 整個那個架子全部都倒掉 然後他就有申請摘損 跟我們市政府申請摘損 那可是現在產生一個非常 這個吊詭的問題是 這個壘球場是公所代管 體育處委託公所代管 那所以摘損 照理說公所就是要提出摘損這樣 申請摘損 那可是公所沒有辦個體育專才阿 那所以公所就 委託這個外面的廠商 去勾 叫做勾百幾萬 叫市政府用起來要三百幾萬 那個數字差太多 根本沒辦法做 所以就放著 後來十月豪雨 又有一個釀災的復健專案 那十月豪雨這個復健專案 是要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來申請摘損 那結果 同樣公所又用這樣的 就是這個事情 去跟他申請摘損 那當然被拒絕阿 因為他們就 直指說 你這個案不是這次十月豪雨 那個因為這樣子而倒掉的 那所以變成 這件事情就變成一直放著 那我現在是透過這個例子 要來跟那個教育局 體育處這邊探討是 那到底我們代管 代管到底代管什麼 那個權責是什麼 那像說公所 公所 照理一般的公所就是沒有體育專才嘛 那像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話 那如果遇到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風災 或者遇到球場這個有迴損 那這樣子公所是要去申請 還是要體育處來負責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是原台南縣 其實有很多這個體育場館 都是當初這個鄉鎮公所 鄉鎮市公所他們所提出來興建的 所以後來合併之後呢這些場館的場地 就由公所來代管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當時煤雞颱風之後第一時間 並沒有提出這個災損的這個提報 是後來十月份豪雨的時候呢 他才另外再提出來 有梅姬有 這個梅姬他有提報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叫小雄來用 他就是補百幾萬 那百幾萬就是不夠 所以這個事情就尊重了 是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有跟這個公所這邊提到 就是說其實他找來 這個廠刊的廠商 應該是要懂這個方面的 當然這樣估起來才會 符合實際的需求嘛 那他現在因為呢 他十月份再報的時候 他不是豪雨所造成的 所以當然就沒有 核定這一筆經費 那我們體育處已經請公所呢 就是提報一個完整的 看他到底需要多少的 這個修復的經費 然後我們呢 由這個體育處這邊呢 再來專案來做處理 這樣 所以明年 明年體育處會來專案處理 這個球場的修復工作 對 因為我們已經請他 趕快把資料給我們 這樣子 要完整的這個資料 我們也不希望說 做了一部分 然後呢 之後發現不足 然後再來做另外一部分 這樣子 那已經有請公所呢 就安全維護的部分 要先處理好 這樣子 對對對 我覺得透過這個例子 也來釐清啦 就是說到底代管 他的代管 他的權責到底到哪裡啦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代管有點像 房東跟房客的關係啦 那當然體育處還是房東嘛 那像說我們租房子 如果這個 這個房子馬桶壞了 其實是房東來修理的啊 那所以說 當然這個權責怎麼樣分 還是要分清楚一點 然後讓公所有所遵循啦 我想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重點還是要讓球場 趕快修復 因為我們台南的壘球 人口實在太多了 那這個球場又停頓齁 那根本很多人 假日根本沒辦法打球 那其實這一大損失啦 那請局長明年年初 一過年度 是不是可以馬上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會來加速處理 謝謝林議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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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市政府時期 我們吳副市長是要對 先做一段閒責的部門 外溫和這個肉品市長 不然感謝市長和甘福宮 去向中央政策 現在全部 來下一位 全部 我們 中央已經同意 對這個 南113 一直到這個 肉品市長 阿南平衣到中央路 一直到英安局 延伸到英空 這個中政 中政南路 總經費有22億 我想這條 接通的 未來 我們國道巴 可以直接對英空 和有助者 可以連通 可以說貫穿 阿南區的 北平 所有的交通 可以連貫起來 這也感謝市長 用心 對阿南區建設 跟英空的建設 積極的盡處 還有一條 就是這個 我們在英空 這個 創意設計園區 泡銷 那裡 一直延伸 來銜接 阿南區 阿南區 在前 中政策的時候 我也有 有 在想說 阿南區 依然有延伸到英空 在這裡 我問剛才 這個 英空這邊的 都市街上 有 有 有 做 沒有 我們這個 創意 是 那個 跟黃議員報告 就是 這兩條大概都是 這個 合併之後阿南區 跟這個 永康重要的 這個連接道路 對 所以 啟丟大概 會長的重視 也交辦我們 有關用地取得部分 務必在最短時間內 配合完成 所以這個 長河路 接到這個 永康正南三界部分 大概都列入 我們相關的都期或案 來進行檢討 那 都是草案 市都委會在那邊 都通過了 目前都送到內政部 那市長也請代我們 跟內政部 尋求協助 進訴 內政部 把他審議通過 那目前 內政部 這兩條路 這個小組 他原則上有通過 大概明年 大概會再送到 內政部大會 來進行審議 好 以上報告 來 原則三應該沒問題 應該是沒問題 沒問題 是 我想這兩條路 可以來打通 人說可以打通 人區跟英公園 任督二邁 帶動人區 經濟發展 以前你還要 針對這些問題 剛才在說 那個 重泡銷的基地 可以 做一個高架連結 因為要越過鐵路 然後做一個高架連結 然後接鎮南三路 然後再過省道 再接鎮南六街 然後再接安南區 的宜安路 所以這整個 其實是未來 第一大行政區 接第二大行政區 一個很重要的道路 當然除了這條 就是那個 鎮南路 交亂長河路 對 這個擴端成40米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 可以疏解永康交流道 這個平面的 這個交通樞紐 包括未來 亞太邦村去好 整個永康的人口 要往 那個亞太邦村移動的時候 這條路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道路 所以非常謝謝這兩行路的爭取 包括 也爭取這個 測測到 本來測測到 是從那個仁德教道到 中山南路 就是台二十線而已 那 現在要往北沿 沿到中正路 那為什麼只 沿到中正路 重點還是遇到鐵路 那因為測測到 高價 測測到高價化 難度很高 經費也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 這個 測測到只 爭取到這個中正路 可是這一段 已經對我們整個永康交通 有很大的疏解 當然我覺得未來還是要 考慮 一些 包括到 一些問題 包括說到那裡的時候 整個的 統一 統一公司 跟南印大那邊的交通 可能那邊還要做一些規劃 才不會 都在那裡的地方 那我想 跟王景德議員 在這裡 再一次 謝謝市政府 謝謝市長的努力 讓這個 那麼多的經費 這個 好幾十億 Total 三十六億 三十六億 的經費 爭取 下來 然後可以連結 永康跟安南區的 主要的幹道交通 我非常感謝 來 下一位 今天 我要請教我們 文化球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台港文化中心 現在已經在 擋港 也 開始 在進度 是 很多 在歡迎 有在哭路 在思考 文化中心 在 一百空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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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後 秋冰的 道路 高通 我們要 要 去 我們那時候 就像說 文化中心 快蓋起來 不去想 就說 蓋起來後 開始在 穩穩的時候 在修容的時候 秋冰的高通 不可以去 去 尤其 我們現在 大家 文化中心 秋冰 來 下一頁 下一頁 我們現在 要臨 就是說 在岩潔路 跟岩潔路 這個 台江文化中心 村的 他旁邊 這邊 都八米路 這都可以開票 八米路 這邊 對岩潔路 來 這段 還不開票 還要洗 這段 還不開票 這個 海電路 這條 可以燙 海電路 這條 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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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未來 我們 台江文化中心的 車輪的 第二項 是在這邊 是在這邊 所以說 我們未來 會面臨到 就是說 這個車輪 在這裡 八米路 有可能 這裡 會 做成 那個 標位 可能會造成交通阻塞的問題 所以 我們市長會建議 說 旁邊這個四周圍的道路 開票完成 可以 可以 疏通 可以疏通 不會造成 文化中心 台江文化中心 蓋好了 不然又向 市民 集參 交通的問題 這段 我也請幹部教 公務局 公務局 村 一直 走 metabol 道路 這個 不知道 但是它才是人一面而已 車沒有一面 所以車要一面是在這邊 設計是在這邊 所以你們要考慮說這個旁邊的道路是不是要來開票 在這個空氣年進場來配套東西來完成 這才有什麼困難 局長 感謝王議員 台江文化專心這裡看起來 安定路和紅街路都已經開票了 這兩大樓 對 這兩大樓就好了 現在沒有路應該是 如果在這個道路來說在塞北角河 這瓶 這是有現幽路 這瓶要有現幽路 北平那瓶 那瓶 那瓶要沒有 這已經完成了 這段我紅色的實現就是完成 下來這裡是有現幽路 這裡有現幽路 所以我們也要平衡看 酒精的道路來看 它是屬於進面林道路已經很長了 不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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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就成果了 好 本席一個答覆 一個人要感謝市長 對安人區 這個台港文化中心的支持和收聽 今年在這個文化叫舞省 感謝市長有獎金到五千萬的舞省 因為過去我們這個文化中心的設計 可以說在民國九十三年 九正開始重工 這個中間發生了很多普遷 我想局長和市長都知道 局長多沒關係 當然這個中間有間接到建築書的問題 局長說建築書有更換 因為那時候它的設計 是建築力的問題來用 所以做成來延宕 我們和市長 譬如說北黑鍋 大家都媚媚 其實不是在市長處來延 是在建築 那時候建築書的合約有問題 然後來做成現在 一些問題的延伸 一直延估 也希望在這個 我們和市長的任期來 要去建築 希望在安安區 唯一我們台南市 自己有象徵性的一個建築物 和一個文化中心 可以來錄成完成 現在進度還有問題 議員報告 因為 王議員對台南文化中心的進度 非常非常關心 因為剛才議員有提到說 台南文化中心這個過程比較薄 因為市長非常關心 非常積極 過去建築書的設計的時候 因為建築融資的問題 所以設計的量有比較多 這個問題都解決 不過解決之後 它設計的經費的部分 或是要消防就對了 是 所以這部分市長非常支持 所以我們民進度的經費 已經特別變五千萬的經費 要來解決這些問題 這樣就對了 我這邊我們的新聞有看到 還是要在此感謝我們市長 有時候台會已經滲過了 所以我們的進度可以非常順利來進行 目前的進度已經是25% 照完油的進度應該是差不多20% 所以進度是超減5% 所以我們原地工程的進度是 100公斤年的六月十七 六月十七 要完工就對了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進度 繼續來超減的位 應該可以提早來完成 醫生又要來議員做這樣進度的部分 好 感謝辛苦 那也再次感謝市長 對每天文化中心的中心和收聽 還有給我們情侶優勝 讓我們的設備更加支援 更好營 感謝 是 是 是 感謝王謙迪議員和林毅錦議員 對英空和安南區 我們兩個行政區的交通建設 非常支持 我想那天你們開記者會之後 我相信說 比較需要好法改革 我們也很感謝政黨倫體之後 中央對我們台南區的支持 這兩條路就讓我們30幾億 如果加雄林權院長來台南區選保 跨曾文西大橋40幾月 曾文西大橋 其他一些比較小的加起來 我們要吃百億 只有520到現在 給台南市的道路開闢的經費 就將近100億新台幣 我們在這裡也要跟我們一全院長 感謝中央 感謝中央 另外就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王謙迪議員 是台江文化促進會理事長 對台港文化非常關心 我記得我們也曾經討論到 很多台港文化怎麼保存的問題 甚至這個河川污漾 要怎麼結合社區大學 小台江共同路的文化問題 憲主席這個作法還要繼續推動 我也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有機會在你擔任議員 我擔任市長的時候 共同獎 我們過期的理想 台港文化中心 把它蓋起來 我也很希望我們鄉親 阿南區的鄉親 也可以了解 王謙迪議員 對台港文化保存的貢獻 我特別在這裡跟王謙迪議員說 感謝市長 感謝我們市府的團體 謝謝 感謝 所以有需要離席的我們的局處長 就自行方便 謝謝 再來 還是要謝謝市政府的支持 特別提這條路起來講 是因為這條路實在是 我正出很久 正丹東山做館長的時代 我做第一任議員 就開始正出得打 那終於 終於 這個賴市長跟市府團隊 這個 來撥經費 來開闢這條道路 那這條道路 其實 目前的現狀 是一個單行道 從那個中山南路 沿著這個 南大附中 南大附中的牆邊 往這個探索公園方向前進 那這個 這條路現在只有四米 只有四米 那計畫道路 其實就有十二米 那所以 可是因為 長期都沒有錢 因為這個英空 這個寸土寸金 大家也很清楚 這土地的錢 貴三三 所以一直都不知道有開票 不過因為英空人口 越來越多 所以這條路的開票 其實是 是給網料理的 這些鄉親市場 可以 不用再世上 英語街文化路 來到中山南路 直接未來這條路開票 讓雙向通行 就可以直接從這條路 從這條路來往中山南路前進 因為剛好南大附中在那裡 南大附中很大 所以變成 它是一個很大的阻隔 所以 所以本來這條 牆邊這條路如果不通的話 其實都要繞一大圈 才能 才能往中山南路前進 那這條路的開票 確實 是 很有效的 來關鍵的改善 整個網料理 跟永康理 的這個 這個聯通 非常感謝市政府 那再來 呃 這個台39線 北沿這個高鐵的橋下連結南科 這個道路 本席也非常感謝 這個市政府 這個完成了我的心願 這是我第一次選這個市議員 就是和平後的市議員的政見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清楚知道說 整個高鐵橋下 高鐵橋下的道路 其實也只到了這個台20線 就是中山南路 所以 所以其實 呃 他如果 一輪繼續往北延伸 會讓很多 我們永康新華 這些鄉親 要去南科上班的 結束日本 結束日本 所以既然虛線的這個地方 虛線這個地方 現在正在施作 非常感謝這個 市政府的幫忙 然後這個 這個虛線 連結之後 可以直接連結到 連結到這個 可以直接來接齁 接南科齁 因為那個 北外環齁 可以連結到北外環齁 然後所以齁 可以直接接到那個 然後從北外環去接南科齁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暢通 那這個真的 因為之前不通的話 其實那個 高鐵橋下這個道路 就 喪失了 喪失了他的這個 這個重要性 所以這個 連通之後 高鐵的橋下道路 就增加了他很大的重要性 那所以這裡 還是非常謝謝市政府 好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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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剛才像928那天那種豪大魚 真的沒辦法 像太平洋的水就進來了 阿南區的水是絕對不可以流出來 這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兩回 但是在這間比較奇怪的現象就是 在我們中夕路阿南區中夕路 一段是都會陰 一段以前的長溪 路上那條路鱗 所以要給他合作長溪 中夕就一直撩一撩很長的夕 二段呢 在過去在北北水災的時候 每喝一遍 在前面 還有一遍六滴療白醉 喝一遍 那遍我們秘師長也有去看現場 那喝一遍不說 但是這邊的928 一段水都拿 火也停了 但是 中夕都兩段 又喝兩天 水沒拿 水沒拿 就喝兩天 這段我也有請水利吉 請國文公司 也聊兩天 有什麼結果嗎 這部門跟他做一個報告 因為他很關心 長溪路加飲水界的問題 市長也很關心 市長也到現場去撩水 來探討到底是什麼情形 所以 如果我們 經過我們的 董事參 國文公司 去那裡 全部都 有了解 整個 激水的原因 之後 沒情 就是說 由長溪路 離大 598巷 要做一個 比較大型的 雨水下水道的潔流 把這些水整個 潔流到台江大道 再來 調到我們 醫療經濟好的 六塊療排水 這裡再設一個 抽水平台 把它挑出來 所以就是說 這水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趕快 用這個潔流相反 這個抽水平台 到是要拿水 配合我們 我們就是六塊療排水 經濟完成 可以趕快來 把抽牌 這裡接水 是 這我了解 就是說 未來的 六塊療排水經濟好的時候 送油的 水和潔流 對 我剛才說的 這是配合 配合就是說 外水經濟好 來水的部分 我們還做 為那個 離大 598巷 這裡 做一個潔流的 相反 跟長溪路 離大這裡所有的 這個潔水 用 為那個潔流相反 可以抽到 那個 六塊療排水 直接把它抽出 應該 二段的水 可以走 一段就沒辦法 一段 對 一段就沒辦法 所以我們之前 就是說 先對這邊 就是淹兩天 水都不會拿 我們沒關係 就是說 這個風暗先出來 這個風暗 差不多 超過 也差不多要 四五千萬 我們已經補到中央了 是 希望就是說 中央 趕緊鑽下來 我們已經要求 我們的董事 我們就先搜尋 我們中央這個錢 如果下來 我們就可以隨便發報 好 來 各位夏宜耶 剛才教長在說的 應該是 在 頂管 頂管這邊的 水桌流起來 是 但是 這堂的水 在這個北岸路 中央路 跟中岸街 這堂的水 過去 過去 都靠這個中央路 兩段的側溝 的水 白水 進來這個 北岸路的湘漢 你也知道 阿 伊安路這邊的水 兩 北岸路這邊的水 這邊的水 都走到這裡來 對這個 北岸路的湘漢流出 流出 但是這邊呢 中央路兩段 河庭水還沒拿 除了說 中央的水 但是 那天的水 是 我們副局長 會看 那天的水 是早上 早上出 水是早上 這種方向 因為這邊的水 他就過來 這麼白不出 所以都倒走回來 來 下一頁 下一頁 後 河庭後 李長 我叫李長 去請凡北京 在這個 我們這個黃湖市場 上一頁 哥哥回到上一頁 黃湖市場 這裡 這裡的 白水 測溝 再清一遍 阿 環保鏡有出來清 結果 來下一頁 第一個 空 水 稍微高 把它拼起來 後 只有這個 環圍 就清這麼多東西 清這麼多東西 這只用南港 可以把它洗 真的不洗 但是 打開的時候 就是有這麼多東西 一個 一個 一個水溝蓋而已 一個水溝蓋 他這裡 剛才 北岸路 中客路 他這裡有一個 脂水井 買到北岸路 很燙 買到很燙 都擠在脂水井這裡 這種東西 看起來是建造物理的 還有一些木片 剛才我懷疑 說 這木材是不是 那時候在做水溝 會獨條 很煩 很煩 在金墓 沒有鐵 是不是都沒有鐵 光鋼之後 水溝蓋起來 就在水溝 但是沒有 我還回想起來 北岸路已經做二十幾年了 買三十幾年了 如果獨條 沒有鐵 應該會懷疑 懷疑 懷疑 你看一支 這有骨粿 裡面還新鮮 北岸又新鮮 是浸 在水溝水 黑黑而已 你如果把它骨抹回去 裡面還吃青 所以 本色的判斷 這是人為 他買到 錄在水溝裡面 他對這裡 買到跟母教 知道說這邊都還穿不起來 都還穿著 要有 在這裡到這裡 差不多十米的地方 有怪獸去把水溝裡面 開花起來 結果 這間骨粒 車三車 我們環璞教 環璞教的車 車三車 大家做什麼 這些東西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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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岸路三段 到這六條白水 在這兩年並沒有新的建案 路邊沒有建案 因為北平是都農業區 都農地 南平中央區還不中央好 所以這些東西 絕對來大家都想不到 不過這平清了 又去 跟北岸路的對面 跟中央路邊 那個積水井 打開 也車頭有兩車 車頭有兩車 這個 這個北大的 樓的方向都是在北岸路三段 王鳳雲市長 這邊的方向樓很可愛 所以我們怎麼想到想不到這些東西在哪裡 你如果整個老伯 要把這個 拾進去也拾不進去 我要把一支比較長的 把刺拾 拾得就關掉了 整支要拾進去也難拾 但是 裡面就有這麼多東西 這點請 幹部教 跟黃副教育 你們去了解一下 是 奇怪 這些東西是怎麼早地 撤過是不是 早地撤過是不是 所以我們未來的幹部教來做 教掌多少 未來的幹部教來做 撤過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 當然也有可能那個 豬條不撤的 會嫌疑 但是 豬條在裡面浸三十湯應該怎樣 不然還有這個東西存在 而且 古年的風胎 並沒有這水 古年的風胎 這個水高的撤過的水 在擺的都很順 因為幹部教有 在這個 東廠這條廠還有定則 所以 水在擺很順 就不會擠水 但是 多一年而已 今年就是擠水 就擠水 這點我請幹部教 和市府委員團隊去 了解 研究 調查看看 好 我跟王議員施頭寫 其實 我們 水分作 外水跟內水 所以 外水 現在 前面 都是為了 提供外 後面 直接進去 河川 還會害 這次 鹽水都是 內水 就是落在社區裡面 它通透了 所以 那天 這個 美肌颱風刷我也有去看 我也很納悶 我想 為什麼會 嚴格嚴重 我 也走到 比書店到局長 走到13天去 看起來 13天的鹽水參加應該有 一樣 因為它 水這裡消不去 剛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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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 倒樓 到13天去 倒樓 所以我 很感謝 王議員 幫台南市政府 做出這個 枕端 這個病院 我覺得應該是 一項 一項 我請 秘書店 做一個專案 去調查 這個 查到 就是案對來 應該不是有人人為故意的 剛才王議員也說 因為這個 不可能放下去 到底是案對來 他除了擠在這裡 剛才你說的 那位 都有兩位 有其他所在 有擠到嗎 這個 這裡有可能 百位也有可能 對 所以就是說 要去調查查案對來 他有可能擠在哪裡 必要的時候 都應該要把 水膏 還要把它拾起來 都把它清乾乾淨 這樣 我們來水通透比較容易 是啊 那另外呢 台南市政府 我如果要求 港務局 到水利局 就是 現主席我們在進行的 工廠應該要入去完成 包括 王議員在植出的 那個 海電大白的工廠 海外大白 海外大白 海外大白的工廠 一定要入去完成 那麼另外呢 就是王議員 那天翻臨的 後來市政府 怎麼有安排 這個 就是 蔡英文總統去看 六底了 六底了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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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台南市政府 也積極參加 參加了 水利局 要求 從他們經過 以策建議 因為總統已經有說了 所以這次我們現在的... 另外就是平局長有認為說 在這個十三點一個什麼地方那裡 有人要創那些自宏池 自宏池 就是說我們多管旗下 看待會從哪裡來 這個地方因為來水 通透不離 在地殊鹽水的問題 可以更進一步改善 感謝 另外我們跟林議員 你第一遍這順到第六年才把你完成 這也是一樣 也是管旗、靖東輪鐵之後 剛才你說的英行街特寬 那是高速鐵路下面的便道 我覺得這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必須要平庫台南市的災情 管旗、學平之後 第六年啦 因為中央還有幫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現主席 這幾年來財政距離落實 所以我們比較有空間 去做一些這種重大的建設 我想我們很希望 這個道路開票 可以讓我們台南市的交通越來越變 越來越反映 感謝市長 來 下一個 來 一樣白酒的問題 這邊總檢討 好 安安安區 在這個東山 我覺得這條外圓的蛋白 應該是中白 外圓的中白 應該外圓的中白 這條也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這個廚師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所以有發操 以及 請問一下今天收拾宿 對啦 因為還有掙扎到蘇聯隊 有跟他說 拜託 就是說我們明年 隨法報紙 遜期盡情 我們就整條要來中清 因為這邊樓這麼大 這不清不清 所以這部分大家有良解 可以讓我們來冠軍來清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我們這個台江大道 台江大道那時候 我們要開館的時候 我們家庭 我們室府自己出錢 要五千萬做很大 這個家庭這個 含衫 含衫已經做好了 這就是我們這個 中華的這裡 那個鋼錠接起來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節流的部分 趕快讓牌齒 所以這部分我們趕快來加速 這部分的節流的鋼錠 趕快來加速 是好 謝謝 謝謝 也希望這裡會快 沒有這堂太大片的水 都逃不出 雖然都做得比較多 除了社區在那個身體那裡而已 但是大面積都是慘 但是都有陰氣也會損失 也很感謝他有協調 我們美女就可以趕快來幾條獎請 謝謝 好 來 下一個 來 下一個 我跟你說 這個大牌齁 剛才這個 這都是那個大牌的 沿路齁 幾乎都不通 這狗子都要摸起來 這狗子也差不多一半 尤其這床齁 因為通過的革命路 因為革命路橋墩的問題 所以它的傷痕就要被壓縮 壓縮被小口 所以 在那邊的水 那邊的水要摸起來 不夠看 這也是一個重點 我們主理教 當然有去費工 我也有講這個問題 希望他們 主理教這邊再研究 是不是還有什麼辦法 來溝通水 感謝我們主理教 其實這邊很辛苦 大家很用心 但是 天 以前說 人壁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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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 這間還要 也是都 甘實在水的問題 我這間要建議 就是 當然 可能想要去冰箱 因為我不是水利專家 就是說 這個減水棵跟 減水棵跟減水棵的水位調整 是不是可以互相調整 這點就是 減水棵像這邊 這邊的 梅肌 減水棵 水剛才在岩東路路邊 剛才是北關 減水棵的水 比較低 如果有做一個水位調整 調控 是不是這樣就能解割一些 減水的問題 他做一個報告 以前我們就在那個 激水棵 參加煩來排水 就已經有熄這個 昏紅的水棵 效果就不錯 所以這部門 其實我們在那個 莫拉克之後 就把人家叫歡迎 這個問題 因為 近這個 我們大陣就是 鹽水棵排水 參加減水棵 都是人家叫管理的 是 所以那時候 水利宿要求 水龜所做一個檢討 那這邊沒資料 我們還跟水利宿 歡迎這個問題 所以那個 新任的賴署長 我也有歡迎這個問題 他有交代就是說 因為 如果叫 可能局長要調整 他有特別交代說 我們還參與 再來 這部門 趕快來探討一下 看能不能 透過什麼樣的規模 也會不會 創造 人家 總部門 也會不會 是 一個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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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不會 有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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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предлаг wäre大家想討論 想想的 叫我依靠 蝦號 追大家 球隊 組隊 這個 市人 多久的工作 我們現在最近這個土地區都過 所以每年才有辦法辦的儲蓄的工作 儲蓄到當工還要兩三年 當工還要當工 當工是每年設的 每年的最半年就是當工 那邊嘛 對 從土地都在那一部分 這樣鵬池長這樣才會付 這部份我們就趕緊 一路叫 參加無叫 我們趕緊第一點就現場生氣會寒 看 別說工廠燒煩到的地方 我們趕緊來做一個 因為你如果高價四天 要做這個控制的水渣 可能就有問題 這點我是本身有先考慮到 是不是未來在這個 四天的技術有辦法聚討 好 感謝 好 把王議員報告 我一家的我都是在這個 甚至和英雄的部分 我們在說的這裏 這裏是都市區會來的 都市區會來的 所以比較慢 大概要一百到一百空間 就可以當工 好 好 好 請快 因為這有工程的 時間的問題 好 謝謝 感謝 謝謝 再來 要跟我們 還有探討的是這樣 這個永康國中 校舍重建的問題 牽涉到校地所有權移轉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也都談過 這是老問題 那我再簡單說一下 這個永康國中其實 從成立至今其實已經六十年了 那他其實一開始是 台南二中分部 那後來在民國六十四年 才獨立成永康初中 那當初他的土地 很多的校地的取得 或許是架構 或許是徵收 或許是這個捐贈 可是很明顯是 這些土地應該都全是公家所有了 可是問題是 這個土地所有權沒有移轉 所以導致現在很多學校裡面的校地 都 土地所有權都是私人的 那這就是麻煩 那演變到民國九十五年起開戲 很多的這個部分繼承人 的開戲打這些土地的主義了 所以有開始跟學校在那邊 在那邊巴梗的問題 對對 那我想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 不解決 那學校裡面的老舊校舍 成為圍樓這個事情就非常嚴重 這其實嚴重牽涉到學童 上課的安全的問題 下一頁 我們看一下永康國中這個老舊校舍的現狀 其實 像這個 是那個午餐的送貨電梯 判掉了 那因為校地所有權問題 所以都沒有辦法取得實用執照 都無解 下一頁 特教大樓 雖然經補牆 可是他還是要申請屋頂防水這些工程 可是也是 不然還是會漏水 可是這都是無解 教室雖然有擴住 可是地板欄杆 屋頂老舊 這個都還要爭取經費 這個整修 可是不曉得這個走廊天花板 可以撐多久 這個這個主結構可以撐多久 我們知道嗎 也是無解 學校校地 學校校地 真的非常有限 所以必須要施坐地下化 才會有新增的停車空間 可是也是無解 老舊的廁所 靠美術班的孩子 師生 在那個牆面做美化 看起來 比較不會漏漏漏漏 可是也沒辦法重新翻修 裡面的還是那種一橫鉤的 男生的那個還是一橫鉤那種 還是無解 下一頁 我們看一下 像說那個 下一個圖 就是廁所的這個建築 看一下那種水泥其實都剝落了 那這個量體可以撐多久 其實也不曉得 也是無解 下一頁 這個很多 這學校附近 我再簡單說一下 像那個 有所有權的圍牆 因為有部分是有所有權的 有所有權的操場圍牆 你看都可以讓社區去美化 然後成為公用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所有權的圍牆 連要申請這個承鄉信封網 都沒辦法 也是無解 那很多的無解 下一頁 所以齁 我覺得齁 這要改管 要怎麼改管 我記得我在 原台南縣政府的時代喔 我其實是有 有提供說 不然乾脆 簽校好了 乾脆簽校 那把原校地改成 那個公園綠地 那就比較沒有所有權的問題喔 沒有那個校舍重建的問題 可是簽校當然那個 財政困窘 情況之下也很難 而且變成那個地方 因為永康現在越來越地下人稠 所以要簽到哪裡 我們本來想說 不然簽到泡校 我們現在砲校要開發 成去砲校 哇 成去砲校 龍潭 學到的小孩 要去砲校 打掃 就有更多 這當然也是要考慮到 永康國中的位置 剛好 剛好 讓龍潭 屋主 屋主理 他們的孩子來這邊念書 那個距離還剛剛好 差不多 可是你如果再往西邊簽的話 好像又太遠了一點 那所以簽校好像 當然也是一個方案 那可是我想說 那原地 原地的校舍怎麼辦 那我們參考 我們齁 參考到那個 新北市齁 新北市有一個徵收或購置 是以預15年未完成產權移轉登記 土地處理的參考手冊 齁 新北市 那這是新北市政府的財政局齁 齁 在102年 編印的啦 修編的啦 那 這個校舍齁 其實提供了我們一個轉機啦 提供我們的轉機 那當然裡頭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你地主 要讓那些地主 有土地所有權的地主們 要讓他 無條件移轉給市政府 我看困難 那你一定要給他一些 去跟他交換那個土地所有權回來 可是 因為之前我們有可能有架構過 有徵收過 有怎麼樣過 所以 也不能 Double Double去架構 或Double去 所以這變成我們市政府也難為啦 可是 這個 這個問題 當然我想全國接染啦 因為那個是舊時代的這個 所以 新北市有一個方法是 用公告限職的一箱 公告限職的一箱 這個 這個救濟金啊 然後 順利把土地移轉過來 公告限職的一程啊 當然 這是 這個新北市的案例啦 發給土地所有權人 達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那協議當年度的公告土地限職的一程 作為救濟金 以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永康國中的校長 也有努力去跟地主這樣協議周旋 然後如果用這樣的方案 看起來地主 倒是 還沒有太大的意見 因為他地主也很清楚啦 其實 昨天啊 都已經 他的祖先們其實都 都或許都拿了錢 或者是已經都 願意捐給 捐給 那個政府 可是他們就是因為 哪有那個土地所有權壯 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 還有一些 空間可以 可以 可以要求 所以如果說我們把那個土地所有權站 把它拿回來 把它順利移轉 那當然 最重要問題就是說 我們可以解決 校舍內這些 校舍重建的問題 老舊校舍可以重新改建 讓孩子在那邊念書 得到安全的空間啊 所以我這是本席的建議啦 那是不是 看 局長這邊可以來 評估考量看看 好 謝謝林怡錦議員 其實 永康國中的校舍 可能不僅止 永康國中的校舍 其實我們都有做一個整體的 這個 了解 那我先這邊 分兩部分 跟議員做個報告 就是 第一個部分就是 其實 永康他現在有11棟校舍 那他其中有6棟校舍 他已經完成了補強的工程 那有另外的5棟呢 我們將他列在106年到108年 教育部的這個補強的專案計畫裡面 也獲得了這個 這個初審的通過 那第二部分就是 剛才您有提到那個廁所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兩年呢 104 105年 我們總共核定給永康國中 有600多萬的經費 做廁所的這個整建工程啊 那如果學校呢 還有需要的話 也請學校再提報這個計畫 因為我們明年度 在市長支持之下 現在重點不是不在於說 教育局給了補助太少 是因為我們頂多 只能補強再補強 對 我要報告的是說 在校舍的安全這個部分 我們是會全面來做到的 因為畢竟那麼多的學童 在這邊上課 對啊 永康國中是第四間耶 就是我們第四間大學校 對對對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說 在校舍的安全這個部分 學生的這個學習環境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全面來關照 那第二個有關於您提到說 這個校地的這個部分 其實之前我們有做過整體的評估啦 那的確呢 以我們原來 這個就是台南縣的這個學校裡面 有非常多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它需要的金額 即使是剛才您提到那個一層 它都是一個可觀的數字這樣子 那您建議說要成立一個跨局處的 這個專案小組 這個我們在就是 對啊 請才爺一起來研究一下 林議員 我們地政局紅局長想跟你說明一下 好 謝謝 報告議員 其實我們台南市已經成立一個 那個以徵收 但是會辦理這個移轉登記的一個小組 這一個部分 我們成立在102年成立 其實之前就開始有類似做這種清理的動作 清理動作當然就是根據登記部的部分 我們清理出大概800多筆 800多筆裡面就是去翻舊資料 舊資料裡面翻到有說有補償的部分 我們120幾筆已經完成登記了 但是有300多筆確實是找不到 目前在處理中還有400多筆 這個小組當然是 以前有處理說 那個 有 也找到協議架構的資料 但是協議架構的資料要地主移轉 他是拿15年的抗變錢 15年那個 對 超過15年 超過15年這個來抗變 對 所以沒辦法去移轉 但是 沒辦法去移轉 他沒辦法拿回去 還是做效率使用 到底說 要不要 要不要就是說 拿少部分的 例如說10%這一個 公告限制這一個 其實 可以研究看看 看看 就是研究看看嗎 或是說 以前 有資料的 他不要的 就是不要雙重徵收這樣子 當然當然當然 這當然是不得不的方法 可是變成說 因為你也超過15年了 即便 這個我們有資料 正式說以前 我有跟你借過 我到底所有款 其實是我的 問題是你沒有定期過來 超過15年 也不好 這重點就是這樣 好 所以我想 請坐 局長請坐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 還是 剛剛 洪局長有說 有一個跨局處 我們有一個專案小組 再來研究看看 不然 勇敢國中的校弟 一直這樣子 無解 當然我們知道說 教育局很有心 一直在做補強的 這個經費的補助 可是畢竟還是補強 還是補強 那很多的基礎 很多的基礎 很多的基礎 可不可以再撐到60年以上 那這個當然都是一個 家長擔心的問題 所以正本清源 還是把這個產權處理 乾淨 我想才是一個 妥善的方法 再來想看看 我想這個事情 也是可不容緩 我想也想出一個辦法 那當然新北市這個案例 我們也可以參考 好 下一頁 我想要非常感謝市長 對於這個公佑 公佑這個環境 這個的努力 那我想因為今年 那市長 我們有一些稅收 全力 全力放在這個公佑 這個增校 增班的上面 讓我們的這個 幼兒教育的環境 更真完善 也讓很多的這個孩子 可以去公佑就讀 有這個機會 那我想為什麼我們要強調說 孩子為什麼要來公佑就讀 其實我們現在的幼兒教育 其實我們要請向公共化的方向去前進 因為這其實是有弱勢優先的精神 還有學齡前的這個孩子的教育平等的問題 所以我想公佑品質 特別是台南市政府這幾年來 對於公佑品質的改善 公佑環境的改善 其實 很多經費在那裡 那所以其實現在 家長是很愛孩子去讀公佑 其實以前我小時候 其實是覺得 都合請向不讀公佑 因為第一個 那時候公佑也少 第二個是公佑那時候的品質都很差 所以大部分的家長們 如果我們可以 那時候年代可以念幼稚園 其實都是去念私幼 可是現在真的不一樣了 你現在 隨便去哪一間公佑去看 其實公佑的環境都非常好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五王國修的富佑 就得到全國教育卓越的金子獎 那其實是非常優秀的表現 那所以這就是表示說 政府長期投入在這個 幼兒教育環境的改善 然後還有老師的努力 其實獲得了獎勵 那可是我現在探討的是 我們現在富佑 Total台南市有166所 然後有293班 這個數字給我們什麼看法 就是應該有七成以上的富佑 一所只有一班 一所只有一班 下一頁 那其實一所只有一班 我感覺是真不猜 因為一所一班 那就要混零 就要混零教育 混零有好有壞 其實在很多學界的討論也是 有一半的意見覺得混零好 一半意見覺得混零不好 可是即便如此 那我覺得如果說我們學校的這個校地充足的話 其實如果能增加 增加班級數 特別是人口稠密區 我一直強調說 當然你在天鄉地方 人口比較少的地方 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在人口稠密區 每年只要到了要入學的時候 抽籤擠破頭 家長生氣啊 嚇逃的都很多 那為什麼造成這種現象 就是因為他們真的希望他的孩子去念公佑 除了說公佑的收費 讓他們負擔得起以外 那其實公佑的品質也讓他們得到了信心 所以他們也希望孩子念公佑 可是數量太少 所以現在市長雲諾要在公佑 這個增加14個公佑據點 那這個真的非常感謝 那可是增加14個公佑據點 要在哪裡 然後到後續有沒有要繼續追加 那特別是我們擠破頭的永康富佑 會不會有征班的機會 我想這個當然也是要跟教育局長來探討一下 謝謝林一錦議員 長期以來對我們佑教的這個重視 也多次的這個要求說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公佑這個部分 所以市長也非常支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此呢就成如您的這個內容裡面有提到說 我們增加14個公佑的據點數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達到公私佑據點數達到4比6 這樣的一個目標 那至於提到說永康富佑這個部分 因為永康富佑現在應該是我們台南市第二大的富佑了 它的人數規模其實是很大 那學校呢其實也沒有適合的空間 再增加班級數啦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在增加據點數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考量就是說在這個區 來配合教育部的這個幼教公共化的這個政策呢 我想這樣的一個政策其實也實際上幫助到需要幫助的家庭 好 謝謝 看得出市政府對於這個對幼兒教育的關注啦 那不過當然這個好還要更好 那特別是剛剛局長一直講到說 我們要達到教育部規定的4比6 其實4比6我在中常會聽到教育部長來報告 其實他們就有強調說就是要達到4比6 可是是2020 2020達到4比6目標 那可是我 可是教育部4比6的目標是什麼 是孩子的數目 不是我們的這個據點數 如果用據點數有可能4比6啊 可是問題是你有孩子的數目 可能我們遠遠還是低於4比6 目前台南市喔 如果就孩子的數目就是在公用念的孩子 數人頭的孩子數 其實我們才2.5比7比5啊 這是教育部提供的資料 大概是28比72 那天他就是25點多比74點多 那天他就是教育部秀的資料是這樣 當然他是我有再進一步問 他是說是孩子的數目 那我們是其實如果再進一步 其實要用班級數也比較合理 因為班級一般就是差不多30個孩子嘛 可是你如果用據點數的話 當然那個數字看起來會比較美麗一點 可是實際上讓孩子享受到這樣的幼兒環境 還是不夠的 那你剛剛有提到說 永康國小為什麼沒有辦法增加這個班級 應該就是沒有空間 我現在跟你探討閒置空間的問題喔 這個學校閒置空間喔 這是我發覺出來的一個很 很吊詭的問題啦 從100年到104年的國小 減班425班 國中減班159班 孩子越來越久 所以total減了584班 可是104年學年喔 我們去檢視一下我們的閒置教室 國小給他北京 國中給他五間 今天你坐小孩 今天坐班級數 叫你的閒置教室 國小給他有北京 國中給他有五間 出來跑去哪裡 都這樣看起來 都有充分使用 在細數他的數字 原來 你看普通教室其實還相應減少喔 你國小減了425個班喔 這是這個 可是你國小減少的教室 是減少了600間喔 這是普通教室 那可是 那國中喔 也減少了165間 這個數字其實讓我們覺得很 很奇怪喔 可是好 我們再繼續看 原來是特別教室增加了 特別教室國小增加545間 國中增加了73間 還有你們的辦公室 也增加了 喔 國小增加126 國中增加36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們的閒置 就我們因為 孩子少子化 出內 空出來的 這些高性 你們做其他的輸贏 做特別教室 做辦公室 所以閒置的空間 還是很少 全台南國小 也只有八間的閒置空間 你聽我說完 所以很明顯的是 我們的閒置教室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是不是教育局喔 這個 刻意 下一頁 這個是台北市 台北市喔 針對台北市的這個 這個 的現況啊 然後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學者的評析啊 他的標題叫 不願閒置的閒置教室 就是你明明有閒置空間 可是你不願意讓他成為閒置教室 好 下一頁 為什麼 最大顧慮在什麼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是公務 這個人員的系統喔 是擔心審計的壓力嗎 還是管理的難度 還是本位主義 我教育局的 所管的 我不要讓別的社團 不要讓別人 別人來進駐 因為台北市 什麼的 不願閒置的閒置教室 就是說 因為他們的社福團體 或者身心障礙團體 想要去利用台北市的閒置教室 都不得其門而入 然後他們 他們 在2015年 台北市有舉辦一個 社福會議 是官民代表共商的社福會議 會中喔 這個就結論是說 我們要清查學校的空間 然後依人數減少比例 要進行校地的這個重規劃 將校地轉化 閒置的校地轉化成社會福利用地 結果過了一年半 一間教室都沒有談成 台北市社會局長就表示 但是 教育局 還是會有比較本位的考量 那所以 這個結論 當然引出來 這樣子一個 一個後續的思考啦 就是說 是不是學校 因為 教育局本位主義的想法 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才會讓學校的這個閒置空間 沒辦法 有效的釋出 讓社福團體也好 因為我們未來還要長召2.0啊 長召2.0 其實很多的空間 其實很適合用在學校 的閒置空間 那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未來 也是我們一個好好的 要去思考的問題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你如果純粹讓學校去抱上來 現在 我覺得還是 星屬屬性也完結啦 是 議員我跟您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它之所以稱為閒置空間 它就是沒有活化再利用 那 第二個就是 其實不是增加特別教室 是有一些 當時也許 學生數很多的時候 學校沒有辦法設置專科教室 這我懂 然後後來轉成專科教室 我們教育要精緻化嘛 當然要用很多的空間去做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我們把學校的總教室數 然後呢 看現行的這個設備標準裡面 它需要 一他班級數 它需要幾間教室來算 扣除掉之後 我們看剩餘的 到底還有多出多少間 可是很明顯 這樣剛剛的那個數字起來 就是很不合比例 原則 我們現在重新計算中 再給一分鐘 謝謝 我們把它算出來 就是說 它的總教室數 如果超過它的設備標準 所需要的教室數的學校 我們現在是請都學 一校一校去盤點 查看 這個盤點很重要 真的 局方要主動盤點 不要讓學校自己抱上來 因為受集中也不真實 這個我們已經在進行中了 因為學校社區化 還是我們整個的 台灣的一個 教育的一個很大的腳步 那我們盤點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把 這個剛才您提到 長照 它所需要的這個 相關的設施 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 列入我們盤點的內容裡面 對 那我現在要講的重點是 剛剛講到公佑 所以我現在回到公佑議題 就是說 其實 有時候你會說 因為這個學校沒有閒置空間 所以公佑可能沒有辦法征班 那這就是遇到我們 閒置空間如何看待的問題 所以如果重新 由教局重新來盤點這些 閒置空間 那我們或許就會發現出 有閒置教室 讓你能征班的這個空間出來 讓教育局長 謝謝 我們現在14個據點數的部分 要增設的這些學校 我們也是一校一校 而且我們是看了40多所學校之後 來做一個整體的 這個結果的 這個評估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陳如剛才議員您所說的 這個部分我們會 就是把我們自己未來四年 公佑上面的這個需求 甚至這個公佑可能是 包括非營利幼兒園 我們要提供這個場地的部分 跟長照2.0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來做一個整體的考量 謝謝議員指導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我們林依錦議員 王錦德議員 今天上午的市政總質詢 那還沒有很好的完結的一個 部分 再請我們在那個交易局 跟相關單位 繼續給林議員跟王議員一個 那個結論 好 今天也謝謝我們賴清德市長 市府的李秘書長 率領的市府團隊的列席 感謝新聞媒體好朋友的採訪 更感謝我們電視機前 我們的鄉親朋友的收看 我們上午的議員到這裡結束 下午1點30分 繼續進行 連接 心渣100空人的年度 地方中以勝 開付舒坦為了以勝案 我們今天散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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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